有這間優秀碧莹的廟,你甘加拜嗎? 這老人齁,就看到他們女兒的新主牌 一邊看,一邊就馬賽就練下去 人齁,就去那邊哄和他們女兒說 他心裡輸了他們女兒的心情 和他們女兒說,爸爸實在很愛你 爸爸也要告訴你,從今天開始 爸爸就沒辦法照顧你了 希望你以後,要好好照顧你自己 這老人就像他們女兒的骨灰帶了 就這樣,沒目標的,就在那邊在那邊 就向山頂走去了 怕差不多兩點前 這老人,就怕得很累 就放大路邊,睡覺 就像他們女兒的骨灰,放在旁邊 他就像四周圓,看來看 他就像他們女兒的骨灰說 這邊,爸爸覺得不錯 不然,爸爸就像你帶住這裡 好嗎? 這個土地像英文,是屬於你的 他後,如果有人來這裡政產 你比較討厭,跟他講 就他幫你去一間廟吧 說什麼? 他就像他們女兒的骨灰 東南西北,四個牙 這老人就看著背景說 上他們女兒的骨灰 牙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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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就怕回家 在民國六十幾年 有一個對中華來的 蔡英老先生 他來台北找他們的小孩 那天,逃中島 他有骨灰車帶的 就在他廟這邊走過來 結果,近年骨灰車烙燃 這副桑,他會把骨灰車停好 看旁邊有很認識廟 你知道了,老人都要拜拜 就在裡面,夜鷹慘拜 不然這樣,佬人 快點,去給他手裡好 也不用抗到腳踏轎就來受理了 不然他回家他們家家的小孩 東天晚上 這個蔡英老先生 他會避忘到一個很年輕的孤女 這就是萬年公 這萬年公就是蔡英老先生說 我希望你能幫我建一間比較舒適的廟 這蔡英老先生還說 我支持一個外地人 落地沒半仙錢 散到要被跪掉了 哪有辦法 我跟他說 如果你有心 主人就有辦法 結論天 這個蔡好先生就有騎車搭的 騎到前面繞鏈的地方 誰知道 一家裡廟 就剛才有一個老大人 真好在打招呼 原來 這個老大人就是 當初時 幫我跟他說 政產陳鋒英老先生 蔡好先生就像他爭的 民望郊那個 萬人講的事情 跟這個陳鋒英老先生說 陳鋒英老先生他也覺得 這是民民之中 住店好的 所以呢 就帶陳鋒英老先生 他牽涮 跟附近幾個地主 參加 最後大家決定 就原本 兩間四間廟面上 剛開了一間大廟 就是今天的 中月殿 主神就是 請那個 帝宗王菩薩來作證 這個萬人講 跟萬聖爺 他的精神 跟他的牌尾 都不要去叮噹 讓他們 跟那個 帝宗王菩薩 到底 共享人間的相佛 這實在是一件 功德圓滿 真圓圓的事情 萬聖堂 當初時 一番秀的時候 除了 像這兩間 小間 要在外表 繞繞繞繞繞繞的 其他所有都沒有叮噹 連他 在頭腳 這些骨頭 都沒有叮噹尾 為了 要讓這些 地基 都比較穩 就在骨頭面上 都要空一層水泥 所以變成我們台灣 第一座 用骨頭來作地基的廟 這可以跟我們 那個媽的小孩 那個 用骨頭來控繞的 人頭小媲美 對於這個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 萬聖堂的第二層 它的牆角 當初是 有骨一口 差不多 三小巾的 那個 骨頭 因為 這塊骨頭 當初是骨頭的時候 都骨頭沒有水 但是 所以每天 晚上都能聽到水雞 一串的聲音 但是 都找不到 萬聖水雞 這塊骨頭 每次 一個禮拜後 水就 會賣出來 而且這邊的水 都沖到 可以看到 井底 也有很多人 從骨頭那邊 來這裡掛水 帶回去喝 因為 有人 感冒 或是去中山滑到 這水喝下去 就百病淨除 非常有靈感 你知道嗎 經過三年後 這塊骨頭 快點 紅棘棘 也有人認為說 這是 大家肚子這裡的 屋頭 仙靈 來表示 感謝 大家幫他 翻收這間廟 聽說 萬聖堂 特別有靈感 我們台灣過去 都流行 搽大加熱 或是 六合彩 很多 外甲地 為了要求 名牌 常常來這裡 求萬善行 可以 希望 可以有靈感 希望可以 一夜報復 有一天 有一個 甲地 甚至要賺錢 甚至 連 放在那裡 大村 差不多 十千塊 他就去菜市場 去買 雞、魚肉 才會成立 然後 炸才會成立 來到 台北市 民族東路 冠散堂 這裡 牛冰牌 結果 冠散堂 果然是 很有靈感的 讓他 有幾個 六合彩 差不多有七八百萬 不過 你知道 接下來 是 他們家裡人的健康 出現毛病了 後來 連他們 勇敢像 有的 爸爸 也很理貴 住室大 他們家的 浴室 他們老父 也沒有 沒有 過往去了 連他們的 學生 也記得 很奇怪的 毛病 連醫生 就沒辦法 改歲 就這樣 一年當中 三人 就過往去了 後來 家裡人 就怪怪 就問 這年輕人 這年輕人 後來 說 當初時 因為 他輸了太多錢了 就去 萬聖堂 下丸 叫他下丸 都沒行 後來 他就想 要贏那麼大條的錢 發下重願 說 要去萬聖堂 去大廟 用金子做一個金生菜 但是 當初時 金子 快鬆鬆 開不下去 雖然贏很多錢 但是 真的開不下去 後來 怕 一塊金牌 我們大家 發現這個問題 我們跟這個年輕人說 不然你趕快去還院 原本 大家都認為 這件事就告他段落了 太不夠了 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不然 經過親近朋友的介紹 去北部 一間廟 去問書 這個年輕人 你看到這個年輕人 就海頭 說 命中本無大富貴 家人壽命 堂貪念 讓這個年輕人 幾個人 去過無敗 這個年輕人的意思 很清楚 就是說 這個年輕人 命中 本來就不可以 阿富大貴 但是 求 完善堂了 為了要讓 願望成真 只好 用家裡的人 和 後代 子孫的 財運 壽命 來 替補 這個年輕人 就六神無主 就問說 是命中的 麵包呢 這個 當季就說 該關的問題就是 將你原本 不屬於你的金錢 關出 用 散財 來化解 最好這個年輕人 就經過一番的掙扎 將贏來 八百幾萬 家庭 家庭 都關出 最再 神奇的事情 就發生了 這些 錢 牙牙牙 家裡 人的毛病 都無藥而遇 這是不是 非常的 神奇 謝謝您今天觀看 都要訂閱 按讚 開啟 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哈 仔